唉 日常被夹 看过前期话的直接跳众到15分钟20秒 在一座幽暗的地牢内 真放直抓住了两名少女 长相酷是胳膊里的大块头 此时小偷控制了大头 决定帮老大提前验货 少女崩溃大喊 让一旁的奴才快点阻止对方 整条两人体型悬殊 奴隶少女直接被拍飞 再其不能 简直轻行 对方知道亮明自己是王族的身份 想一次来威慑对方 整条大块头直呼 我早就想尝尝王族的滋味了 所有发出节节节的笑声 下一秒 昏暗的牢房内赏烁起耀眼白光 大家好 我是叶普 作为一个低速的阿部主 改过自新是不可能改过自新的 今天来开个新坑 不仅画风优秀 设定上也和隔壁魔都类似 战斗结束后有奖励环节 不过这次的主人是男主 多来一人本作的男主 在18年前的某场战役的废弃战场中 被冥界之王捡到 并且带回冥界培养 在冥界长大的少年 给身为死者的他们 带来了来之不易的幸福 那冥王夫妇深知 男主作为人类 不应该将他一直留在这里 于是决定在他18岁那天 将他送回人界 让他在人界待到寿终正寝 再回到魔戒与家人重逢 夫妻俩一唱一和 什么我可怜的孩子啊 离开我们一定会很寂寞吧 但这都是为了你好之类的 男主文言表示 其实自己对人界充满兴趣 夫妻俩直接绷不住了 按照剧本 这时候儿子应该身内俱下 舍不得我们才对吧 回到整体 母亲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 治安良好 民风淳朴的国家 听走前父亲开口道 你是冥界的王子 就算去了人界 也不要忘记这个身份 你要在地面上 创造一个死者的国度 那是你作为冥王之子的使命 没等他说完 男主露出走河的微笑打断道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把身为孤儿的我养育成人 真的感激不尽 没等冥王夫妇雷奔 地上冥文浮现 男主化作为一道白光 直奔天际 望着儿子逐渐消失的围灯 冥王胡王反应过来 还是他吗 长儿子飞走的方向 好像不太对耶 母亲认了几秒 谁有巧皮的表示 搞砸了呢 被错误床送的男主 来到拜念沙帝国 遇到了开头的那一幕 环顾四周 男主自言自语道 真是奇怪 不是听母亲大人说 这里是个名风淳朴的帝国吗 怎么眼前的大块头 完全不像是个温柔的人呢 大块头面目猙獰 准备动手 一旁的盗贼 劝其冷静 对方突然出现绝非上类 应该提前通知老大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男主 也没反抗 十分配合的被光景牢笼 打量身后的两人 得知他们是被盗贼绑架的王主 后感慨到 真是太可怜了 奴隶妹子吐槽 现在你不也被抓到了吗 一旁的公主跳过话题 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 俗洛全是因为身为随从的他 没用 自己才会被抓的 奴隶少女十分自责 如果自己拥有足够的帕娃的话 发泄王人静下来的公主 询问男主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得知对方是使用转移魔法后大惊 那个是大逼者才会的魔法 男主疑惑 我老妈每天都用这能力去买东西 原来这是个很厉害的魔法啊 奴隶少女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 也蛮询问 讲如此 你也能使用那个魔法吧 男主表示 自己对魔法一较不通 他安全出去的方法也不是没有 正好我在招母奴隶 只要与我节地契约的话 就保证安全带你们离开 节地契约后 身体与灵魂都将对我无条件服从 没给他们思考的时间 盗贼老大登场 听到男主的发言后嘲笑道 真是滑稽 一个看不出任何魔力波动的坐鸡奴隶 竟然想在我的地盘收奴隶 男主露出了感慨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见到盗贼老大 公主一个激动直接穿摸 用着命令的口气喊道 国王军马上就到 思想的话就赶快放了我 然而对方可不是普通的盗贼 他们背后的买家 真是各个国家的大佬与王族 少女王族的身份 对他来说就是个能卖出高价的奴隶罢了 为了客户的体验 他决定先好好调教下王女 招望出名为科尔藤斯的触手怪 他的年夜有垂情的效果 在触手的攻势下 公主坚毅的眼神不到10秒 直接失去高光 目睹一切的奴隶少女被吓得瑟瑟发动 在触手袭向对方的瞬间 男主将他拉进精神世界 当然男主也不是什么大上人 现实里的他还身处于危险之中 只不过时间流速变得十分缓慢 现在的他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就是像这样被那头怪物玷污之后 被不知道哪里的变态买下 成为王物 第二条路就是与男主签订契约 成为他的收藏品 虽然不管怎么选都改变不了 也就是奴隶的身份 当选后者的话会得到炮瓦 十分强大的炮瓦 能顺瞄外面怪物的程度 四个正常人都知道怎么选 奴隶少女果然选择炮瓦 少女名为荔枝 男主掏出一张俘虏 让其在上面签名后一摁 一阵吃痛过后 奴隶少女胸前浮现烙印 男主放开图键 选择僵尸页面 契约成立的瞬间 男主打了个响指 奴隶少女回到现实 顺瞄了怪物 倒在老大差点没反应过来 对方不仅外光发生了改变 仗力还突飞猛进 简直就像是个僵尸 倒在老大猜测 男主大概是个死灵法师 在捉猎的模仿冥王的技能 就算把对方变成不死者 也只是理解的状态 一动分析得出优势在我的结论 于是决定使用圣属性魔法对付对方 一朝圣光烈眼 怎样对僵尸娘毫无作用 僵尸娘在男主的指挥下 开护霜把敌人一顿暴揍 临死前对方用着哭秀的声音大喊 我不服务 深深魔法为啥对不死族毫无作用 男主表示 谁说他被我变成不死族了 这身装扮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 现在的他不是僵尸 也不是不死族 至少现在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哦 僵尸娘刚放下的心 忽然又悬了起来 解决完两个盗贼后 事情告一段落 公主醒来后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自己的奴隶正骑在一个男人身上 发起冲锋 男主刚想打个招呼 女主就如同二郎方用行动让其闭嘴 说取进口饮料 女主一边瞬息一边感叹 喝多来一恩大人做这种事 感到十分满足十分幸福 男主险些被榨干 原来那个契约会想要大量惊喜 因此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补摸 了解王警官后看着女主幸福的表情 妄女开口道 成为那个男人的奴隶 他也只会命令你做色色的事情吧 女主捕捉关键词 舍舍 随后全剩一个哆嗦 讲主时 他不足继续歹在我身边 没等他把话说完 男主打断道 做这种事情太累了 所以我不会强求 他想要的东西 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在睡前 希望有人能给自己唱遥廊曲 女主秒答 交给我吧 我会唱的遥廊曲 住只有五十首之多 公主无奈道 那 那还真是接到鸿鞋的结局呢 既然你救了我 那我就大方的把励志让给你吧 前提示你得送我回家 男主同意了请求 还真敢说啊 妄想创毒王位的人 只有被掌守一个下场 下一刻 庶民骑士将他们团团围住 至此 冒案第一第二话结束 欢迎观看奴隶图鉴第二期 上期讲到 获得帕瓦的僵尸娘 将到这门胖揍一顿 当然 房市都有代价 女主获得帕瓦的代价就是 需要补魔 战斗结束后 骑着男主发起冲锋 在答应送公主回家时 口出宽言 又刚好被前来寻找公主的 帝国经卫队队长卡莲听到 对方直接拔刀 准备从男主上路 男主对此不屑一顾 一心想着扩充自己的奴隶图鉴 机份逐渐交着 好在公主狼在两人面前 向卡莲解释清楚 卡莲见到公主免食阴沉 在她的提醒下 玛丽公主才想起 现在胸前是真空状态 双手互追的同时 脸盲解释 这是被盗贼施让的 但他们并没有得逞 了解王大致情况后 卡莲提议 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 一切能回到王图在做讨论 众人来到王宫 在卡莲的引导下面见国王 见女儿平安归来 国王开口道 遇到盗贼还能平安归来 真是幸运 如果你被侵犯的话 就失去价值了 你应该明白吧 看来这位玛丽公主 在她父亲眼里 不过是这个国家的联姻工具罢了 紧接着国王询问男主 需要撒奖赏 男主毫不避讳地表示 比起经营财宝 他更想要这个国家 成为这里的国王 此言一出 立志与玛丽公主都被吓得不轻 卡莲果断拔刀 却被国王制止 他告诉男主 一个国家的王 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即便男主有能力 现在当场杀了自己 他也无法成为这个国家的王 玛丽公主随即怒斥道 你这个刁民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一般人说这种话 可是要被光镜打牢的 还不快感谢我父王的狂宏大量 王座上的国王在卡莲耳边地狱 片刻后卡莲宣布 接下来会为他们准备晚宴 晚宴到来之前 可以先回到房间休息 男主询问卡莲御师在哪里 也是一样后 卡莲眼神死去高光 男主见对方反应来了兴趣 还想进一步描述 客气被玛丽公主打断 事件来到黄昏 卡莲正在自己的房间自摸 嗯 就是自眠一时 而YY对象正是玛丽公主 带到淫语箱上 事件依然来到傍晚 画面一撞 两人走在前晚宴会的路上 女主心情大好 她简直不敢相信 身为奴隶的自己 既然也可以参加宴会 忽然男主停下脚步 朝着远处的草宗开口道 这样来的为何不现身呢 卡莲小姐 回应男主话语的是 卡莲的杀气 意识到不对劲的女主是一族人 快点使用图鉴 让自己获得泡瓦 整了卡莲完全不给机会 一道导光闪过 只听见扑通一声 男主当场表演了个人手分离 一切发生的太快 女主被吓得死神痛哭 根本不存在什么晚宴 卡莲这么做的理由可想而知 她收到的命令是不留活口 面对女主却迟迟没有动手 让少无故与自己磨练剑术的初心背道而驰 族人的称账 国王的命令 不断在其耳边环绕 一方思想斗争 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命令 卡莲八刀习相立直的瞬间 塑料触手将其长绕 旧场之人并非男主 腾格尔斯的垂青毒素 直接将卡莲缴 不远处的史莱姆逐渐击成人形 见济文明的卡莲 帝国敬畏军的队长 竟然要暗杀一个人畜无害的奴隶少女 真是可笑 就凭着装扮 以及能操控腾格尸 这种为观众谋福利的英雄 对方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虫女之宝家门 其名为阿尔蒂法 是教团主台之王的干部 和戈壁大波罗教团类似 复活鞋神是他们的书院 将拥有强大力量的个体献祭 就能加速鞋神的复活 而眼前的虫女 除了一新复活鞋神外 还有一点小爱好 这几天被举报怕了 职业的触手Play 感兴趣的话自己去收 就在虫女将魔手 伸向女主的瞬间 男主再次发动能力 将两人一起拉进乙食空间 至此 漫画第三第十话结束 欢迎观看奴隶图鉴第三期 承接上其举情 在出手席向女主的瞬间 男主将两人拉住乙食空间 卡莲蚌是疑惑的环顾四周 比起自己为何为全裸的 出现在一空间 被掌手还能活着的男主 更让他感到吃惊 见男主还活着 女主奇谱成生 作为冥王之子 居居致命伤 分分钟就能恢复 男主肯定了 卡莲作为帝国军队长的实力 对方则是破口大骂 你果然是个怪物 夏令摩杀尼的国王是正确的 见对方还想动手 男主放开图鉴隐藏咒语 虽然被掌手不会死 但痛觉还是有的 一道光芒闪过 富翔之所将是美少女形态登场 变身后的荔枝 瞬间将手无腹机之力的卡莲镇压 当然 作为这个空间的主人 卡莲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伤到男主的 这么做只是为了更好的沟通 他告诉卡莲 现在的他只是暂时安全 画面世界的时间依然有逝 只不过变得恍漫 现在摆在卡莲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成为自己的奴隶 二是被教堂的那些人玩弄榨干 最后变成人偶 选择后者也能和女主一样 获得强大的帕娃 而本身实力不俗的她 在获得力量后 成为名流千石的大剑豪 古载是梦 卡莲小脸一红 瞳孔一阵 看来在这个意识空间里 无论身心 所有人在男主眼里都是全透明的 登上金卫军队长的那天 卡莲同时被安排成为公主的骑士 公主夸奖她作为女人 竟然能成为这个国家最强之人 但还远远不够 她开始批为卡莲 让她继续努力 以成为命流千石的剑豪为目标 有这样的骑士侍奉自己的话 自己的地位也会得到提升 所以又露出亲和的微笑 表示自己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而本就是百合的卡莲就吃这一套 公主简单的几句话就将其俘获 直那之后 她也一直努力磨练剑技 可惜事与愿违 身为军卫军队长的她 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作为暗杀者 帮国王肃清一切障碍 主人的期望裹挟着她一步一步堕落 而这时候男主向她抛出橄榄枝 并且肯定了她的梦想 不断给予对方正向反馈 当纯的卡莲又被几句话拿捏 内心忏悔着 对不起玛丽大人 为了你 我要成为这个男人的奴隶了 抱歉 最近得了一种 看到对不起 叉叉叉就会笑得病 对方下定决心 男主拿出服录 签订契约的瞬间 烙印从卡莲腹部浮现 所有人烙印的位置都不一样是吧 已经开始期待 圣女母女两人的位置了 获得帕娃的卡莲 回到现实挣脱束缚 至此 猫第五话结束 欢迎观看奴隶图鉴第四期 获得帕娃的卡莲 回到现实挣脱束缚 看着玛丽的虫师 虫女一改游刃有余的姿态 烟雾三尽 见男主被斩首还能满血复活 终于反倒来了兴趣 看来眼前的男人 是掌握了某种特殊的保命术士 莉姿十分记仇 越越欲试准备动手 男主同意了进攻的请求 面对袭来的出手 莉姿没有躲闪 正面硬刚 会助重拳将其一一砸烂 结局王出手后 直逼虫女面门 千钧于法之际 一块巨石忽然出现 挡下了这一击 虫女嘴角上扬 这一击毫无疑问 拥有高阶掌势的水平 这个是我的另一个眷属 在特性上正好完全克制你 本身高血高防的石像龟 再加上魔法强化 这一底牌给了虫女足够的自信 提前开启香兵 面对袭来的巨手 卡莲夹住战斗 示意励志退下 所有白猪超舍的聚合姿势 将所有力量凝聚刀阵之上 变身后卡莲的虚礼一击 轻松将巨像一分为二 剑气的鱼波指鼻虫女 虫女躲闪不及被斩去右手 从女望向一旁的男主 看来是我小瞧你啦 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今天就先到着吧 虽然留下一句 期待再会的那天后 画作黑眼销上 此时的男主并没有追击的打算 摸了摸卡莲的牛头 开启夸夸模式 卡莲面色羞红 眼神躲闪 妹的女主争风吃醋 卡莲虚脱的坛作在地 这就是男主没有下令追击的理由 女主十分熟练的扑向男主 索取进口饮料 见卡莲一脸震惊 女主解释道 于多来一人大人 签订契纪约战斗时 会消耗打两精气 战斗结束后必须补魔 不然会虚脱致死 见卡莲迟迟没有做出反应 大方的真公决定帮他一把 折过锁链将其送入男主怀中 不用这么害羞啦 能侍奉族人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作为欲心接触 行言为零的女战士 起初是抗拒的 在精气涌变全身后 卡莲逐渐失去理智 此时的她 只有一个想法 这副模样 绝对不能让玛丽大人看见 仓伟王后 简祖家境 开始主动出击 最终盔甲都爽飞的那种 抚摸结束 男主身体差点被掏空 作为正宫的女主 对于卡莲的加入并不抗拒 询问男主 接下来做何打算 卡莲建议先离开这里 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但迟迟没有开口 男主清楚她想说什么 于是开口道 回到玛丽公主的身边吧 你已经是我的奴隶了 只要我使用奴隶图件 随时都能将你召唤过来 到了那里 就不会受到军队的追击了 男主提取关键词圣女 果断同意卡莲的提议 欢迎观看奴隶图件第五期 接受卡莲提议后 两人前往她的故乡 拥有圣女庇护的雷加德成 男主直言不讳地表示 要将圣女纳住自己的图件 女主文言瞳孔一阵 当然 并非正经于男主神圣写毒的想法 只听见普通一声 男主坦倒在地 原来男主自从来到人界后 宁补充不说 还被女主持续吸走大量精气 如果再这样下去 估计就能领和饭了 女主十分自责 连忙询问该如何补救 画面来到雷加德成 昏暗的教堂内 教徒将好不容易收集来的 昂贵的治疗药水 献给圣女雷米利亚 身为圣女的她 能通过祈祷 制造结界保护这座城市 教终与子民们 都十分爱戴这位圣女 奈而圣女患有先天王级 普通的治疗药水 只能起到黄解作用 唯有名为妖精之类的 传说机药水 才能治好她的身体 然而圣女并不寄希望 与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一切挺天由命 画面回到男主这边 他口中的快要寄了 其实就是当纯的快要饿死了 了解情况后 荔枝十分自信的 为他准备了特制料理 一网白粥 加野菜野果一锅炖 浅擦一口 男主眼神中 瞬间充满同情 看来这孩子 至今为止都没吃过 什么像样的东西 折磨片刻后开口道 味道还不错嘛 当纯的荔枝 得到主人的夸奖 就能感到十分幸福 稍作修整 感要继承 就听到不远处 传来人类的悲鸣声 顺着声音寻去 发现一个修女装帮的人类 正遭受出手怪袭击 正因死人的荔枝 果同出手 救下对方 男主上前询问对方 为何会在这个时间 独自来到森林深处 从对方口中得知 她的身份是圣女的母亲 听说森林里的大选者 这段时间会现世 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向她寻求 名为妖精之类的 传说及治疗药水 下角双方目的地相同 于是男主提出 同行的邀请 先是救了自己 现在还要陪同 自己寻找大选者 圣女的母亲热了盈眶 一时不知该如何 感谢眼前的大好人 没等对方感动 男主上前开口道 话说回来 这位太太 你想不想成为我的奴隶呢 至此 茂拉蒂企划结束 战斗结束后 就到了补魔时间 圣女母亲通过余光 打量着两人内心低估着 明明旁边还有外人在 却拿毫不避讳的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完全是把自己当空气了啊 注意到视线的男主开口道 只是签订七月后的 补魔环节而已 怎么 你也想加入吗 圣女母亲 文言打了个哆嗦 内心不断谴责 恬不知识的两人 大脑却不受控制的 浮现了自己被推倒的画面 意识到自己 失态的圣母母亲 连忙表示 这样都休息好了 快点去森林里 找大闲者吧 不知走了多久 众人在森林深处 找到了闲者的住宅 在当主等人的陪同下 一路上没有受到魔物的袭击 靠近后 大门忽然打开 一位老者的神仪传来 圣女的母亲 爱菲利亚 欢迎你的到来 快进来吧 进入屋内 从他们对话中可得知 大仙者在得知圣女的情况后 写信让爱菲利亚独自前来 毕竟是床所级别的药水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两人简单交堂局局后 大仙者拿出药水表示 这真是你所寻之物 药金之类 作为床所级药水 保证圣女喝亡之后 咬到病除 如此重要的东西 爱菲利亚不知之后 该如何报答对方 大仙者却表示 这玩意老夫留着没用 还是送给拥有更广阔未来的你们 才能更好地发挥他的价值 文言爱菲利亚这的盈眶 时间紧任务重 大仙者示意他 快点将药水送回去 男主打量这爱菲利亚 双风之下的药水 陈斯拼购 朝大仙者开口道 你也是那边的人对吧 大仙者横笑一声 表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男主一副一切 竟在掌握之中的模样 没在多言转身离开 在他们离开后 屋内的大仙者自言自语道 原来如此 是叫多来一人吗 真是个危险的家伙 而在其身后躺着的 正是领了和放的 真正的大仙者 画面一撞 本就是神职人员 缺乏运动的爱菲利亚 附中奔跑 一路走走停停 好在天亮前赶回了雷加的城 这是作被结界逼护的隐秘城市 圣女通过乞讨制造的结界 只要是人类就能正常通过 男主迟迟没有行动 因为他也不清楚 自己是否还算得上是人类 在女主的追逐下 迈开步伐 触碰结界的瞬间 树到圣雷皮向男主掀起滚滚烟城 女主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爱菲利亚连连后退面色阴城 圣女的结界不仅能取退魔物 还能阻断一切邪恶之物 烟雾销上 娇小把男主登场 这种情况 就连爱菲利亚也是第一次见 男主表示 自己除了力量被封印外一切良好 示意爱菲利亚不必在意自己 把治疗药水交给圣女才是种种之种 旧女心切的爱菲利亚 没再多想直奔教堂 画面来到教堂内 爱菲利亚一心想着 女儿马上就能摆脱病痛的折磨 女教徒一起催出米利亚 快点喝下这瓶药水 圣女有些犹豫 不只是意外于 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东西还是其他 但毕竟是自己母亲带来的 最终还是接过药水 沦沦沦的隐隐而进 菲利亚十分着急的询问她 感觉如何 圣女表示 就算是传说级的药水 也没那么快生效的啦 整料下一秒 圣女口吐鲜血 她倒在地 至此 漫画底八华结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最跟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求播三连 正常情况下 三之五天一根 投币破前火树更新 那么我们有缘再见 拜拜